哈囉大家好我是Kathry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模擬市民室黑寡婦系列的第83集 那我們就來繼續吧 我們現在呢在溫登堡的一個咖啡廳這個地方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上一次我們的Angel來到這個咖啡廳裡大開殺戒 我們的Angel呢上一次跟第五人老公 也就是我們的吸血鬼帥哥Caleb離婚了 其實要說實話按照黑寡婦挑戰的規則的話 其實是不能離婚的 離婚不能算是一個成功挑戰 對啊可是呢我們破例了 所以呢就想說讓我們Caleb呢在我們英主家的地下室畫個三幅畫 稍微的貢獻一下 雖然說我們幫他留了一個活口 可是至少他還是要貢獻一下了嘛 所以我想說呢等到他在我們英主的地下室裡畫滿三幅畫之後呢 我們就放他回去 回到他剛妹妹的家裡去 我們的英主呢這件事跟他說在這囉 對啊因為按照黑寡婦挑戰的規則的話 是不能離婚的 只能殺老公不能離婚 要不然不算是一任的挑戰 所以呢我們的英主只能當作就是 嗯 這一任我們就是某種的形式上 自己算是挑戰成功嗎 那希望啦這之後呢我們英主還有五任要走嘛 那接下來的五任呢就是盡量 盡量不要再說有這種離婚的狀況了 韻姐這樣子好像有點破壞這個挑戰規則的感覺啊 因為既然玩的是一個黑寡婦挑戰嘛 在想說我們的玩法規則呢盡量 盡可能的按照這個規則去走 感覺會比較好一些 那Caleb呢我們已經放他一條活口了 那就讓他畫幾幅畫貢獻一下吧 那就是我們的英主呢 現在再去咖啡廳裡 因為上次我們的英主離婚之後呢 心情非常的差 在這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英主好傷心 英主每一次啊 只要是老公死了或是離婚 英主都難過好久喔 所以我們英主呢 雖然說看起來是非常狠心的人 其實他的內心應該還是非常的脆弱的 好吧然後上次我們英主跟Caleb離婚之後呢 雖然說瑞打電話來邀請我們英主來去咖啡廳裡來喝一杯 所以我們英主都來到這裡 準備大開殺作了 應該說已經大開殺作了 我們英主呢已經快要把地方的人全部吸過一輪了 然後瑞已經逃跑了 多二杯掃失了 好吧那我們看一下囉 我們英主是不是喝飽了呢 在哪邊 在這裡 對我們英主喝飽了 我們英主好像吸完了超多人欸 超級多的 好那我看一下上次大家留言呢 好像大家賽任票數最多的是我們的Mortimer在這裡 所以呢我們的Mortimer也非常剛好的出現在這咖啡廳裡 其實怎樣感應到我們的英主即將要追你了嗎 好那Mortimer呢應該就是我們英主的賽任老公囉 那我們英主呢應該講話一下吧 應該認識一下 其實我們英主呢本來跟他就有一點關係了 因為他一直都是我們英主的一個儲備老公 因為他的錢很多 所以說呢他已經有個老婆了還有兩個小孩 可是呢他的錢很多 像一直在我們英主的這個狩獵清單上 好我們英主呢跟他稍微點睡覺一下囉 對他明亮一天 然後呢再來一個 嗯給他一點鼓舞的對話 我們英主還有福利喔 約合了一堆血液 就是混合了各種血液 血液雞尾酒 好我們英主了解他一下吧 可以知道Mortimer是什麼樣的人呢 給他認識一下囉 了解一下囉 哇怎麼了 到了 喔對 他剛剛被我們英主吸血了 我忘記了 我倒地了 好我們等一下吧 沒關係不及 你看 這邊倒地了 我們英主吸了一堆人 給你全吸算了 好我看一下這是誰 Ethan Ethan給我們吸一下吧 我們英主來這邊每個人吸一下好了 來吧 來個深度吸一下 隨便等Mortimer醒來 好吸一下囉 哇Mortimer醒了糟糕 怎麼掉了 喔不是吧 等一下Mortimer你不要走啊 我們英主的人生重要大事要跟你商討 不要走不要走 快點 快點跟我們英主來這邊商討人生重要大事 商討你的未來 商討你給你妻子的關係 好啦我們英主能問他經過怎麼樣好了 先老聽一下 要跟他一起 看雲朵嗎 好這樣子 Mortimer不要走啊 你逃不去我們英主手掌心的 不要掙扎了 不要做無謂的掙扎 好我們英主過來囉 躺在這裡 在這個紅色煙霧裡 跟著Mortimer一起看雲朵 哇我們英主還在燒嗎 不是吧 都已經7點半了怎麼燒 7點半還有太陽喔 喔不是吧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英主為什麼還在燒 都已經7點半了 好英主到室內到這裡 到這裡一下 奇怪怎麼搞的啊 7點半太陽還不下山 好快去室內 不要猶豫了快點快點 衝刺要燒死囉 啊幸好嚇死人了 想說英主要被殺死了 好驚險啊 超級驚險的 好我們英主可以冥想了嗎 可以 那冥想一下吧 然後Mortimer呢 Mortimer好像走掉了 對他走掉了 好吧算了 讓他放他一碼 讓他多活幾天 我們英主在這裡 冥想一下 要不然我們英主其實 好驚險啊 差一點點就被燒死了 哇怎樣 剛剛這個怎麼了 剛剛這位先生 想對我們英主做什麼 我沒看錯 他剛剛是氣球精 我們英主臉砸嗎 我沒看錯啊 天啊 我們英主魅力有這麼強大嗎 他們看到我們英主這個樣子 都不會覺得很可怕嗎 好啊 英主先來這邊 冥想一下囉 補充一點體力 再去咖啡廳的龜塔正前方 完全沒有任何估計 好冥想一下 恢復一點體力了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好蠻羞 那現在Mortimer離開了 那我們英主主動出擊 來吧 Mortimer 問他要不要來這邊 跟我們英主喝一杯咖啡 雖然是我們30秒前呢 才剛見面過 讓我看一下吧 Mortimer在哪裡 Mortimer Mortimer 在哪邊 在這裡 好名主問太少 Mortimer 要不要來這邊跟我見面一下呢 你看Mortimer要不要來呢 怎麼樣呢 Mortimer要來了嗎 Mortimer說要馬上過來 也是 Mortimer應該還沒走遠 好名主把衣服換一下 然後把這個CC鬼模式稍微隱藏一下 隱藏一下 隱藏一下CC鬼模式 哇 變回正常人了 然後呢 英主換一套衣服 對 這個髮色我還沒有改 沒關係 我下次再改了 我們讓我們英主呢 穿 穿哪一套 我們英主穿這一套好了 好換這一套吧 有囉 那我們英主呢 開啟紅色煙霧大模式 讓這位所有的人呢 對我們英主感到魅惑 好吧 開啟紅色煙霧帶 每個人都覺得非常正常 沒有什麼奇怪的 完全沒有差距任何異樣 好吧 Mortimer來了嗎 我看一下 Mortimer在哪裡 你不是馬上來嗎 馬上在哪裡 好久喔 動作超慢在這裡 好8點54分了 英主出門應該不會消了吧 你不要跟我說快9點了 太陽還沒有下山 還是Mortimer進來了嗎 好他進來了太好了 那我們英主呢 跟他來一個看星星吧 快速攻略一下 好看一下 我們英主呢 先跟我們的Mortimer 描述一下新的想法 因為Mortimer他是個名作家 所以他應該喜歡就是 我們比較文青氣息的人吧 所以我們英主呢 要裝一下氣質 裝一下文青 我不是裝啦 我英主本來就唱氣質 所以我們英主呢 跟他討論一下新的想法 然後奉承他一下 所以我們名人呢 應該都很算人家奉承他吧 然後再來看星星吧 可以笑到這裡 看星星 好來吧英主 我們趕快開始攻略下一任 因為真的蠻少 讓我們英主趕快收集滿石的老公的 哇怎麼了你們幹嘛 為什麼碰臉髒 到底怎麼搞的 我們很熟嗎 好啦 明主該聊一下囉 跟Mortimer聊一下新的想法 然後聊完之後呢 怎麼樣 跟隨大招呼 奇怪魔術去哪兒了 好明主高老天喔 是怎樣 我明主開啟紅色任務 但每個人都被我們英主調情啊 真是魅力不發大 哇 臉中女生被魅惑了 所以我明主甚至是男女通吃 不管男男女女 都被我們英主迷惑了 好啦你們這些 閒咋人的 快點下影邊 我明主重要任務的 沒有空理會你們 我明主專心跟Mortimer講話喔 等一下要去看星星 等一下我突然發現 有一點嚴重的事情啊 就是呢 旁邊這位 美麗的青少年少女 穿這個格紋百色裙 黑色襯衫 戴眼鏡 黑色頭髮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他長得有點眼熟 這裡 我們仔細地端上一下他的容顏 他在看這裡 看他的 幾點鐘方向 看他的 五點鐘方向 奇怪 眼前卻會偶記上 怎麼念眼熟 沒錯 這個女孩呢 她是Mortimer的大女兒啊 所以 Mortimer跟他女兒一起來這裡 那我們英主這個時候攻略她 這樣好嗎 總之有點可怕啊 對啊有點可怕吧 在人家女兒面前 對你爸爸的挑情 這感覺有點怪怪的 怎麼辦 還是要帶Mortimer去別的地方呢 對啊 有沒有他女兒來軍監殺老爸啊 來軍監殺爸爸 黑他爸爸半夜九點不睡覺 出門做什麼 女兒還跟過來了 哇這個女兒太聰明了 對啊怎麼辦 嗯 給你老爸去看星星 沒有什麼吧 只是全友誼出老天 女兒 不要想太多好嗎 對啊 感覺Mortimer的女兒一定是有第六感 感覺奇怪 爸爸怎麼等很多跑出門 到底怎麼搞的 還是 媽媽派他來的嗎 其實我覺得他的女兒啊 叫Kassandra是不是 對 他長得有點像是他媽媽耶 我感覺他跟媽媽好像比較像一些 有吧 有點他媽媽的影子 但目前他媽媽是沒有跟過來的 你到下次我們看到他媽媽的時候呢 再跟大家說 好吧 Mortimer在這裡 我們影子能跟他看個星星 看星星還好吧 看著蠻正常的啊 是的 純友誼 Kassandra 不要想太多 我們影子能跟爸爸只是單純看星星 好啦 先打人等快離開 我知道我們影子非常魅力的 但是你們就要排隊預約的 好吧 影子跟Mortimer 來這裡看星星 應該沒有消了吧 應該沒有了吧 沒有了 好幸好 正常危險的 對了 這是我們影子這個紅色煙霧蛋模式啊 這是什麼東西呢 因為我們影子是吸血鬼嘛 所以他有個技能就是開啟一個魅惑的面容 開啟這個魅惑面容之後呢 魂身會散發出這種紅色煙霧 那周圍的魔女市民呢 都會很容易被我們影子吸引過來 這就是紅色煙霧蛋 好啦 影子跟Mortimer來這邊看星星吧 這邊培養感情 我們先讓我們影子跟Mortimer 把這有一條培養滿之後呢 我們再來攻略這個愛心套咯 好吧 來這邊攻略一下 我們密切注意 他女人在做什麼呢 他女人離開了 好啊 女人想說 啊 幸好沒事 只是來這邊看星人也沒什麼的 哇等一下 發生星八卦了嗎 女人原來是來這邊找這個waiter嗎 來這邊找這個暗字頭的waiter老天的嗎 天啊 有了他女人喜歡這個類型的嗎 他女人喜歡手男之類的 這裡 有點手男的魅力啊 看這個充滿個性的M字頭 好像出了 到底意大利風情啊 拉丁風情的美男子 好啦 你要上廁所 好我們給你一個隱私 我不看你 好明者就是跟Mortimer來這邊看星星了 看星星這件是培養友誼的好幫手 看星星看雲朵 趕快看吧 我明者好像跟每日老公都有看過星星啊 或是看過雲朵 真值得到這種看天空看星星 這件是最快速累積友誼的方式了 而且我們都不需要操控超方便的 因為自動開始看了 快趕快看吧 看得開心點 哇剩幾點 已經晨四點了 我不是 十點而已 始終壞掉了 太無專因了這咖啡廳 始終都壞了你都不知道嗎 M字頭先生 在哪裡 交班了嗎 還是在廁所裡 上碗了 嚇我一跳 我以為他還卡在廁所裡 不中了 M字頭先生不中了 哇 Cessandra還在啊 Cessandra 你怎麼還在 你的小情人 你的小情人 你的大情人 M字頭先生你小事了 你怎麼還在這裡 好了 我看一下我們明者怎麼樣 好 我們明者跟Mortemore看星星看晚了 看多久 再看了兩個多小時 只是聊天室攻略 跟Mortemore稱讚他一下 跟他說你的紅色西裝真的好好看 超級適合你的 然後呢 剛剛找什麼呢 跟他討論一下好吃的東西 感到一副很喜歡品嘗美食的感覺 然後呢 再跟他找什麼呢 你要來一個 講個好笑的嗎 不能講好笑的 因為我們明者太傷心了 明者還活在離婚的難過當中 然後明者跟他來一個 什麼呢 我看一下 來個深度對話好了 我們明者再對Mortemore詢問一下建議 問他說 如果很傷心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小明者現在這麼傷心 要怎麼做 哇等一下 先生 我們明者跟你很熟嗎 親什麼心 嚇死人了 我們明者的紅色煙霧都沒有了 聞什麼 幹嘛 小明者臭嗎 讓你海青 真是的 對啊 我們明者的紅色煙霧都關閉了 你到底想幹嘛 閒雜人得快閃一點好嗎 哇 Mortemore的女兒又跑過來了 感覺Mortemore的女兒Kassandra 真是來正監視他爸爸的 真是完全沒有一刻放鬆欸 無數可以看他爸爸的動向 太可怕了 哇你可不要亂挑情嗎 奇怪 我們明者很忙的啊 手痛給你挑情 受不了 好 明者呢 繼續跟Mortemore老天囉 跟Mortemore聊一下他的廚藝 然後再跟他聊什麼呢 跟他老一個 來抱一下 不要說Mortemore GG被綁紅色頭巾了 奇怪 為什麼要隨便巾 太可怕了 哇 感覺Mortemore不太離我們英左欸 可能是他女兒在旁邊的關係吧 因為Mortemore還在跟我們英左看星星啊 只跟他女兒來之後呢 他就不看了 他可能是感覺女兒在 有一點 不太自在吧 應該是這樣子 好吧 紫色頭巾 倒想對我們英左做什麼 笑 太可怕了 好 那我感覺我們英左可能要回家囉 因為我們英左非常的臭 感覺就要回家洗個澡了 好 那我明左回家吧 Mortemore下次再見囉 那我明左就回家吧 好 那我明左回到家囉 那我明左回到家之後呢 趕緊 趕緊你先洗個澡 我明左超級臭的 回到英左的房間裡 在樓上這個地方 我明左先洗個澡 這邊 這裡 泡個澡 我明左泡一個 什麼澡呢 泡一個 玫瑰花瓣澡吧 然後泡好之後呢 睡澡一下囉 英左超累了 感覺說看個電視欸 英左好像有點睡覺有點低 先洗澡吧 英左先洗澡再說 對了我突然想到 我要幫英左先髮色換一下 多麼英左洗好澡之後就幫他換喔 幫他髮色換回原門的髮色 這邊 底下再換囉 哇 英左超方便的 回家之前呢 順便有個泳 家門前有游泳池 真的超方便的 好啦 這個不算游泳池吧 算是一個 幫你睡一次之類嗎 英左發現新方法了 回家不裝跑步的 用游泳就好了 還可以穿 穿越之石頭啊 太厲害了 好吧 英左趕回去吧 順便運動啊 回家前順便運動 超方便的 然後我們英左呢 回到房間裡 這邊 然後洗個澡 先泡澡一下囉 要把我們英左的暴慮了 冒陌營 要怎麼追人呢 要怎麼追摩特末呢 英左趕快洗一下吧 順便復古力 好 我們英左洗完澡囉 那我們幫我們英左的髮色換回來吧 這個髮色呢 幫我換回原本的髮色 是這個 好幫我換回來囉 那我們英左洗完澡了 我們英左呢 去位置有點低 那我們英左玩個電腦嗎 還是看個電視 我們玩個電腦好了 放鬆一下 這邊 等到我們英左這邊 啊 對了 就是我想讓我們英左養一隻 少的貓咪 感覺我們英左蠻適合養貓咪的 哇 什麼東西這麼髒 快點 一定要來這邊清一下 那我們英左呢 來看一下囉 這邊先玩個電腦 這裡玩一下 模擬市民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CALYB 做什麼呢 CALYB在這地方 怎麼了 心情不好 好吧 CALYB做畫一下嗎 還是這幅已經做完了 繼續來這邊做畫吧 等到我們CALYB能畫滿三幅畫 我們就放他出來囉 畫什麼畫 CALYB畫這畫是 誰在燒東西 火燒紮園 CALYB 你該不想把這家全部燒掉吧 這是你的內心嗎 感覺有CALYB CALYB該在策劃什麼秘密 計畫吧 打算把英左家裡全部一舉燒光 對啊 正指的CALYB正在策劃這個 CALYB 你真想把我們英左家全部燒光光嗎 太可怕了 畫完了嗎 畫完了 哇才72元而已 72元也太不值次了吧 好這幅不算 這幅我們放著 來CALYB再畫一幅吧 畫一幅傷心的畫作 好來畫一下囉 因為其實啊 遊戲本身呢 有內建一個 黑寡婦挑戰成就 那如果說我們英左的 近日老公 也是死去的話 我們英左就可以獲得 那個遊戲的成就了 可惜 近日沒有死去 對啊 感覺有點可惜 所以我想說希望啦 之後我們英左老公呢 我們盡量按照規則去走 因為畢竟我們玩的是一個挑戰嘛 不是說一般的一些遊玩 所以可能玩法一些 會比較 殘酷一點 可是呢 這是因為 黑寡婦挑戰的關係 所以我們才會用這樣的模式去玩 好 看來我們就畫吧 趕緊畫 哇這什麼 苦氣的眼睛 還流眼淚了 好吧 你畫一下囉 那我看一下我們英左怎麼樣呢 玩的電腦 玩的好傷心 玩的什麼 哇 這兩個人幹嘛 輕輕泡在歐美咯 好吧 英左你趕快玩吧 對我剛剛講到就是喔 我想讓我們英左養我之前的那隻 小貓咪小老虎 你敢從英左超適合養貓咪的 對吧 好開心喔 你待我們下次再也開始養好了 好 那我們就繼續玩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如果喜歡 請幫忙一個讚 分享我的留言 還有 別忘記訂閱製作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 掰掰 小貓咪小小伙子 小貓咪小雅 ima